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每一個人 一樣有用 自高奮勇 不悅而痛 忘了自己 寬了心袖 我是明星 點綴天空 有一個夢 有我啟動 把汗水融化成滿列笑容 海過天空 我是針鋒 把旗幟飛揚到南北西東 黑呀 黑呀 誰不為人心的光輝感動 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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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就是個光明火灼 有一個夢 燈火起動 把汗水融化成滿列笑容 愛過天空 愛過天空 或是針鋒 把旗幟飛揚到南北西東 黑呀 黑呀 誰曾經努力不動 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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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出了多少都居住心中 黑呀 黑呀 做一個夢 動火起動 動火起動 去讓我們一起愛 給他多重 愛過天空 天空 我是針鋒 把旗幟揚到南北西東 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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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擁有這一樣的夢 讓我們擁有這一樣的夢 所有光榮 刻在心中 奥运有我 更加精彩 北京电视台 柯教频道 强荡故事会 天天有故事 新年新故事 精彩各不同 BTV3 每晚19点35分 强荡故事会 重磅推出 加油 加油 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 五周探秘 我是周群 大家好 我是俊成 我们又见面了 你看奥运会现在已经就在我们的身边了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们 不论是咱们中国的观众 还是世界各地的观众 都非常关注本届奥运会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回顾一下 上一届奥运会 为什么说到上一届奥运会 大家印象如此深刻呢 因为当中有很多运动员的出色表现 让我们记忆忧心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上一届奥运会清零现场的一位我们的同行 欢迎我们来自华澳星空媒体部的记者黎明先生 欢迎 欢迎黎明来到我们节目做课 你好 这边请 上一届奥运会大家都知道 是在我们这个美丽的希腊雅典举办的 当时你接到报道任务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在2003年的下半年 激动吧 对啊 非常激动 因为当时是第一次采访奥运会 作为奥运会对我们体育记者来说 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会 而且在四年之后 咱们北京要举办盛大的29届奥运会 对你来说当时那一次是第一次 但是也是一个积聚经验的好机会 那我知道一鸣最近的肯定 都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一直在做奥运会的相关的报道 是吗 对对对 我们在 其实我们华澳星空呈现了 那好运北京的官网 整个一年的比赛 一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忙碌于各种比赛 那好 那今天我们坐下来 要慢慢聊一聊 当时你参加这个 雅典奥运会报道工作的一些 台前幕后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些小故事 感受自己亲密赛场 五周探秘八月隆重推出 系列奥运特别节目 追梦奥林匹克 他亲眼目睹飞人跨出了怎样的一步 等大了眼睛去看 生怕漏掉每一秒钟 他受到了怎样的震撼 应该要把那个体育场的盖给掀了 绕水赛场的志愿者 为什么跳了上 看来观众都疯了 五周探秘为您在线四年前的辉煌时刻 追梦奥林匹克之二 李一鸣和他的奥运故事 好 那我们首先请一鸣 从地理位置上给我们介绍一下 希腊雅典 雅典是希腊的首都 那么希腊这个国家处于 这个欧洲的比较靠南那一位置 它在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 也就从打个比方来说 相当于在中国的三亚这么一个位置 那从这个北京飞到雅典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航空距离大概在七千公里左右吧 应该是如果不转机的话 实际上七个小时就能到了 但是当时还没有直通的航班 所以我们是从巴黎转的 大概要十个小时 我们都知道1896年 在雅典举办了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所以它是奥运会的发祥地 也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地方 那在百年之后 这里又重新举办了 第28届奥运会 那在28届奥运会上 我们知道一鸣在那参与了报道工作 有机会近距离地 接触到了很多中国运动员 而且记录下了 其中几个辉煌的 夺金摘营的时机 同时还有一些台前幕后的 显为人知的小故事 在这要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它所亲历的传奇 有一件事 大家都可能非常羡慕你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在那届奥运会上 刘翔为我们中国赢得了 特别宝贵的一枚金牌 而且当时你在现场感受了四枪 这四枪是国人非常羡慕 全世界人也特别瞩目的时刻 跟我们分享一下 再回顾一下好吗 其实那四枪 我是每一枪都是 瞪大了眼睛去看 生怕漏掉每一秒钟 记得好像每一枪的 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那么在第一枪 也就是在出赛的时候 当时他跑出了13秒27 也就是以当时小组 第一的成绩出现了 当时跑得特别轻松是吗 对 因为刘翔事实上 他在奥运会以前 在雅典奥运会以前 他实际的最高的成绩 比赛中的最高成绩 应该是13秒06左右 所以他雅典是四枪 就是奥运会 整个都是四枪比赛 像市井赛是三枪 那么他这四枪比赛 就会有很多很多选手 几十位选手来参加 那他第一枪肯定是非常轻松的 事实上那一枪 他跑13秒27的时候 只用了70%的一个努力 就非常轻松地拿到了 那另外我听说 他好像跑完了出赛之后 还给他父亲打了电话是吗 对对对 当时刘翔给父亲打电话 问父亲他没看他的比赛 这当然刘翔的父亲 肯定是看了这个比赛 而且说非常开心 刘翔就跟父亲说 说你放心 我一定后面会让你越来越开心 他特别自信 当时状态很好 那在第二枪的时候 似乎是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 当时刘翔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约翰逊却意外地出局了 我想问当时你还记得 这整个一个过程吗 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当时他是第三组比赛 跟刘翔肯定不是一个组 当时约翰逊已经33岁了 已经非常大的一个年龄 从一开始起跑 他的节奏就不好 被自己旁边的对手带得特别乱 然后到了第九栏的时候 他就打栏 然后当时就已经失去平衡了 然后从第十栏下面钻过去 钻过去 然后他就眼镜也飞了 然后他就趴在跑道上 趴了大概那种 当时特别的狼狈 对 趴了半分钟 然后抬头就很茫然 我觉得我记得那个瞬间 可能很多人都会记得那个瞬间 你就会觉得 他有一些不可置信的那种感觉 他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对 他的那个表情 让我感觉到 他好像是从梦中惊醒 说这肯定是一个梦 对 其实包括刘翔后来也说 他其实感到很惋惜 因为这个对手很强大 然后他并没有说 因为对手这种出局 而感到很庆幸 感到安静 一点都没有庆幸 一点都没有 在后面我采访到刘翔 刘翔说 怎么说呢 刘翔说 约翰逊自己一直作为一个偶像来对待的 就是说从他小时候开始练田径的时候 开始练跨栏的时候 他就一直把约翰逊作为自己的偶像 然后看着他的这种录像 看着他的这种技术分析 来自己再去练 但是他说反正原来想过 如果能有一天和 能和约翰逊同场比赛的话 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就是他非常渴望这种对决 但没想到在这个最重要的这次比赛里 约翰逊用这么一种方式就离开了赛场 所以刘翔也是在混合区的时候 他就觉得 这个不太可能吧 他觉得好像就是这种 这种离场的方式太让人遗憾了 他觉得非常的惋惜 那我知道在第三枪也就是半决赛的时候 突然又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据说这个法国运动员杜库雷 跑出了13秒06的好成绩 这也是刘翔以往跑出的最好的成绩了 是吧 那当时刘翔有没有感到有压力呢 其实说实话 对刘翔还是有一些触动的吧 但是怎么说呢 他还是非常有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中国选手 尤其像刘翔这种选手 他这种四枪的体力分布 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一个战术 就是说我哪一枪该跑多快 我就跑多快 我绝不会冒进 因为在这种四枪比赛里 你如果有一枪冒进的话 对你后面的比赛会产生一种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事实在决赛中 这个杜库雷就是在过最后一个篮的时候 差点摔倒 他可能跟他前面的这种 把握节奏的这种能力不足还是有关系 另外他也非常年轻 他这种比赛经验也不够来让他 就是说我可能前三枪跑了 玩命一样跑 跑得特别快 差点破17度什么的 但是到最后一枪的时候 真正需要你去百分之百玩命的时候 你反倒不行了 但是刘翔在这方面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说尽管我们看到 是一个瞬间的十几秒的奔跑 但是实际上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 都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安排 然后每一步 然后每跑一步 可能都是他们事先做好了很好的设定 和精确的计算 对 其实说起这个精确计算了 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温泰平曾经跟我说过 他在每一次比赛中 都有一个精确到分钟的一个时间表 什么时候从宿舍出来 什么时候上车 然后什么时候到准备场地 开始热身 然后从热身完了去捡路 捡路完了再去上场比赛 他都有一个精确到 按照分钟算的这么一个时间表 所以说这是小处 大处就是说 每一枪该怎么安排自己的体力 每一天应该什么时候睡觉 什么时候起床 都是全部都是定好的 也就是说尽可能地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所以说我觉得这奔跑不仅仅是体力上的这种设计 同时也是一种科学的计算 是蕴含着很多科学道理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众所周知的第四枪 也是我们特别特别让中国人骄傲的第四枪 在这个时候你正好在赛场上见证了这个辉煌的时刻 同时我觉得还有很多镜头没有办法捕捉下来的细节 今天也在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第四枪比赛的时候呢 实际上中国也去了很多记者 我估计当时中国的有那么至少有100人 100个记者在我周围 刘翔应该是第四道吧 然后他其实他刘翔的起跑 尤其前两年啊 现在不说 前两年刘翔起跑一直都是不占优势的 他可能起跑偏慢 而且前三篮也可能会偏慢 他的特点是后城墙 但是那一天刘翔偏偏就许法没有慢 而且他前三篮过了以后 后边几乎就没有人了 就旁边就已经空了 基本上过了半城以后 他就像玩命了一样 就特别兴奋 冲刺的时候那眼睛就瞪着 已经就说这种状态特别好 然后特别兴奋 直接就冲刺的时候 还摇头晃荡了 这么去冲刺 后来还有一句评论说 如果他当时不摇头晃荡了 冲刺的话 可能就直接打过了数字 而不是平时的 那我想问一下 当时你在现场看到 这个观众席上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当时看的时候 我们全是站着看 甚至于有些人 可能站在凳子上看 就是他一起跑 然后就有人开始鼓掌 开始欢呼 然后一直到最后一个栏过了以后 大家都去看那个终点计时牌上 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就是显示12秒9 不是91就是92 因为那个不是最终时间 它是一个仪器测出来的时间 然后呢 看到这个时间 有人就开始说 太棒了 12秒91世界纪录 平纪录了 然后这就是特别兴奋 全场沸腾了 而且我看到 当时镜头拍过去的时候 很多人哭了 对 跟中国人很多 那场很多中国人 在雅典的也会过来看 都是奔着刘翔去的 对 刘翔当时也已经很有名了 你当时激动的 是不是也说不出话来 一直就在呼喊着了吧 我也对 我也在大叫 太棒了 听说刘翔夺冠之后 你的一位记者朋友 说了一句名言 对 他是当时那天晚上 跟我们一块 我们都完事了 然后回住地路上 跟我们说 我今天真是 真希望自己幸福地死去 幸福地死去 对 就是高兴得不得了 已经了无遗憾了 感觉 据说那个辉煌的颁奖时刻 你就在旁边 而且看到了 何振良先生和刘翔都流泪了 对 那个颁奖 我相信可能咱们电视观众 很多人都看到了 他是 刘翔穿着中国代表团的 那个衣服 然后举着一面国旗 直接跳上去 对 跳上那个领奖台 这一刻我相信 就是说 他 所以我觉得刘翔挺聪明的 他就是特别会 来用自己的一些肢体语言 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一跳 跳出了中国人的 这种骄傲的感觉 特别好 所以这个镜头 后来又看过无数遍 就是在各个这个电视上 经常看到 对 然后何振良老先生给他颁奖 然后何振良当时就是 跟刘翔说谢谢 说谢谢你 然后刘翔也非常感动 两个人都在流泪 其实那个瞬间 不仅仅是他们两个 和现场的观众在流泪 应该说我周围的 在看电视的人 都激动地流泪了 因为那个瞬间 对于我们来说 是我们期盼已久 梦寐已求 但是又是意想不到的 一个瞬间 真的不敢相信 我觉得很难相信 那个时候 当他披着国旗 一下跳上去 我们觉得 五星红旗的颜色 怎么那么美 然后奏响国歌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国歌 如此雄壮 让人骄傲自豪 没错 其实我觉得 当我们今天再次回顾 这个动人的瞬间 我们再一次 眼睛也会微微地泛红 是 那我知道后来 这个刘翔回到酒店房间之后呢 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把这个酒店的门和窗 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陌生 两万年以来 没有生人进入我 惊险 其实这个 慢慢的东西进入 我干净 很轻啊 斗啊 奇妙 在很大程度上 感变我 感动 谁看见你 都会笑得很甜 意外 至少得有五六百只老鼠 出现在我的身边 新鲜 在国内长途车身边 在印度的长途车 简直是 迷人 你已经忘了你在什么地方 神秘刺激的体验故事 动人新鲜的传奇经历 近在五周探秘 每周六晚十九点三十五分 柯教频道 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件事也挺有意思的 当时那个刘翔洗 回去洗几书 洗完了以后 就把那个金牌摘下来 塞到枕头里去了 然后呢 过了一会儿 又觉得不踏实 他觉得 他我也 很难 可能外人很难理解 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梦想的这个东西 一旦就是突然有一天 到了自己手里 然后就觉得 怎么都会觉得特别怕失去 然后他就会放在枕头底下 枕头上面睡觉 还觉得他过一会儿就起来 把那个门窗全锁起来 然后这是刘翔唯一一次 在奥运会期间 会去锁门 关窗户 因为这个金牌来得 太不容易了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不仅仅是刘翔自己的 他和教练的 也是全中国人民的 所以既然得到了他 一定要好好地保护他 我觉得我特别理解他 因为他也是一个 特别年轻的男孩子 在生活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可爱的大男孩 这个时候有这个举动 也是很正常的 放在哪儿都觉得不放心 显露出了他帅真可爱的一面 是 没错 听说在这个 入住奥运村之后 这个田馆中心的 为了保证给刘翔 有一个良好的休息空间 也为了能够让他 取得好成绩 就特地安排 他跟这个田馆中心的 领导住在了一块 对对对 当时的奥运村 其实就是说 是那种套间 那种公寓 然后是两个人一间 然后刘翔那间 可能是一个更大一点的套间 就可能会有三个人 或者是四个人这么住的 当时为了不影响刘翔 因为刘翔本身也是 中国田径军团的一个重点 保护对象 可以这么说 为了不影响他休息 其实很多领导 也是挺有意的 他们说吃饭 都不敢大声 当刘翔睡觉的时候 他们甚至于想去洗个澡 都不去了 然后等他那个出去干什么吃饭 然后他们再溜进去洗个澡 我想可能当刘翔知道这件事之后 他一定会非常的感动 对 他也没想到会这样 他就觉得 因为我自己的这个 为了照顾我 然后让领导这样 可能也会觉得挺对不住领导的 所以我觉得这枚金牌 不仅是刘翔一个人的胜利 而且是咱们中国田径事业 在背后默默耕耘多年的 所有人共同的胜利 的确 有时候我们会说 这是一个个人的比赛项目 这是一个团体的项目 事实上在任何世界大赛和奥运会上 都没有个人的项目 它其实都是一个团体 甚至是一个国家的项目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 在04年雅典奥运会上的 另外一个让我们特别骄傲的金牌 那就是第31枚中国代表团的金牌 是我们中国女排姑娘们 赢得的一个金牌 当时其实我觉得 在比赛的过程中 我们是特别紧张的 因为前面我们是连失了两局 最后连扳回三局 以3比2的比分战胜了俄罗斯队 获得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奖牌 我觉得在那个瞬间 你作为现场的一名文字记者 肯定那种心情是 一会儿激动 一会儿又紧张 然后非常复杂吧 如果说刘翔那比赛让我难忘的话 那这场比赛也同样让我难忘 当时其实前两局打得非常的 也不是说不好 但是到关键球的处理 你看前两局输的是 第一局是28比30 打25分球打到28比30输的 比分咬得非常紧 对对对 没想到从第三局开始 就开始往回搬 一点一点的 到第四局其实还是很困难 第四局的时候又差点输掉 但是还是搬回来了 直到第五局中断的时候 才让人觉得 哎呦 这球真不容易 赢了 能赢了 就那种感觉一波三折吧 然后这其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 因为我们是在看台上嘛 看台上所有东西都在看台上 然后所有人都在看台上 然后当时在写稿子写稿子 每局比分出来 我们都会给后方写一个小的一个 一个一个报道 然后到第二局完的时候 我说得开始写一个这个 快不行准备快不行的稿子吧 得有这思想准备 不能说比赛完了 你再再出这个东西 然后等到第三局打到20分的时候 我就我说算 先到这儿我先去混合区 我把东西往哪里放 要不然我来不及 如果万一0.3输了的话 我在从那看台上 我跑很多层下 下了混合区 队员可能一下子早就走光了 我就走吧 然后走到门口 我再回头看 这球赢回来了 好的 把周心传起来 电过去 漂亮 中国队在关键时刻 拦死了对方的扣球 这是三号 阳号和最有的配合 现在是21比18 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个瞬间的事情 对对对 这个然后当时我说 嘿 这也不错 2比1扳回一局 我就又回到看台上 看台上 然后自我下 第四局又重复这个过程 因为他只要有输的可能 只要有比赛结束的可能 像我们就得下 就得去混合区 不能再看台上待着 然后没想到又赢回来了 但我再从那个 那门往回走的时候 那志愿者就认识我了 说你怎么每局都来 所以我成那场球 把你折腾的也挺厉害的 对对对 但是很兴奋 因为我们是 我们在逆转 我们0比2 然后一局一局都往回搬 当时全场都特别 所以来回跑也不觉得累了 一点都不觉得累 觉得特兴奋 其实我知道在这一次 雅典奥运会上 中国女排的一位名将赵蕊蕊受伤 也一直是新闻媒体关注的 一个热点话题 中国女排呢 当时还调整了战略战术 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你所掌握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的 就是在 其实在雅典以前的几个月 大概两个月 还是三个月的时候 就是他是在 赵蕊蕊是在张州集训 女排在张州集训的时候 有一次训练落地可能不慎 然后他的这个右腿 右腿这个颈骨骨折 骨折以后呢 就他能不能去奥运会 就已经是一个疑问了 因为赵蕊蕊这个位置 是中国女排的一个关键点 他是一个在场上 就是所有变化 都是从他这最终实现为 转化为得分的这么一个人 关键人物 但是他这种一受伤 而且他赵蕊蕊蕊是当时世界上 最好的几个复工之一 可以说是中国对这个 举足轻重的一个重要位置 对 举足轻重的一个重要位置 对 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受伤啊 对中国其实很多人打击很大的 所以后来我也问陈志导 陈忠和 我说这个到时候赵蕊蕊会不会去 他说看情况 他永远都在说 就是说看情况 如果恢复得好 一定会带他去 因为其实赵蕊蕊在 前面那一届 在悉尼以前也是因为受伤 而没有参加成 所以落下一个叫玻璃美人 这么一个外号挺无奈的 这一次呢 雅典后来经过一些恢复吧 所以谢天谢地还是恢复好了 就是说能够上场了 虽然说状态不一定很好 但是能上了 所以陈忠和也把他带到了雅典 这样呢 在那次跟美国打的第一场比赛之前 有一场中国的训练课 是在那个比赛打 是在那个场地打的 是跟希腊女排 打了一个四局的比赛 本来要打五局 后来到第四局以后 那个训练时间终止了 所以就没有打完 那这场比赛特别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赵尔伟是第一次出场 在此之间 他就受伤以后 再也没上过场 那场比赛是赵尔伟 就缠着这个加板 缠着绷带就上了 然后呢 因为我也是当时也盯舞台 就直接看到了这个消息 我马上就发给了后方 然后也是 也让大家看到这个消息吧 说起他那场受伤的比赛呢 其实现在心里也觉得挺难受的 因为谁也不愿意看到说 一个刚刚伤好的人 又突然因为一点事情吧 又自己再受伤 当时是跟美国队的比赛 美国队 中国美国第一场 然后 应该也就进行了 也就两三分钟 然后赵尔伟打了一个被飞 那边落地 也是落地的时候 然后就感觉这个人 落下来以后没站稳 就是有一条腿就没劲 使不上劲了 然后就不行 脸上表情特别痛苦 不行 赶紧跟那个裁判说 不行 下 一瘸一拐 一瘸一拐就往场下走 然后这时候队友就上去 把它穿下来了 然后当时我在看台上 我就看到这个细节 我们的这种注意力 就全部都转到了 这个场边的伤兵的身上 他在这个长椅 就是这个长条椅上 坐了一会儿 坐了一会儿 然后有这个队一帮他看 可能看当时就判断不是很好 就是说 就直接就用单架给抬下去了 当这件事发生以后 我就当时我觉得 这个比赛可能结果怎么样 或者说过程怎么样 对我来说 已经并不是第一要抓的东西了 我当时直觉就感觉 我得把这件事处理完 我再回来看比赛 跟踪赵瑞瑞 看一下他的情况 对 因为这个点太重了 然后我就把这些东西 也是往记者席上一扔 我直接就从那个通道 就赶紧往下跑 因为我想看那个单架 会去什么地方 会不说有救护车 或者直升机过来 判断一下他的伤情 对对对 我想接触到这个第一现场 会是什么样的嘛 然后就穿过了几道打铁门 然后推门就出去了 出地一看 有一救护车在那停着 后门敞开 人正往里送 我是赶紧拿相机拍一张 然后拍完以后 我还继续往前走 这个时候就有官员 可能是国际排联的官员 告诉我说 你不能再往前走了 这个是我们表示 对运动员的尊重 你就到此为止 然后我就只能站在那 我就站在这个 可能离那车也就咱们这么远 反正赵瑞在里头 表情特别痛 满脸都是汗 然后躺在那单架上 他就是跟旁边的人说 说我这腿 当时听见 咔 有这么一声 他肯定里头还是骨折 他因为原来旧伤复发 等于是 就是原来断的那位置 又重新又受力 又断掉了 当时其实你 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判断 还不知道 他是不是能重回赛场 对对对 因为也可能就抬下去 过一会儿又好了 比如说他万一是一个 什么扭伤或者什么的 这都有可能 但是我听到他说这句话 我就已经很无奈的 就是说认识到 确实是股 肯定是骨折了 肯定又是旧伤的 受伤复发了 然后我就觉得 完了 后头肯定他再也不能上场了 就是奥运会期间 他肯定没戏了 我知道你还 在奥运村里巧遇了他一次 是在邮局 对对对 那是好几天以后了 正好我进邮局 我前脚进去 我说我看看邮票吧 然后这个时候 赵瑞瑞就进来了 赵瑞瑞和陈静应该是 还有当时队伍里的一个医生 他们仨人就穿着中国队服 我就很随意 邮局有这么一项服务 邮局是可以拿一个摄像头 把你的这个拍下来 拍一张你的照片 然后呢 现场就给你打印 打印成邮票 个性化邮票 对 这个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想 这个邮票这个东西 挺有价值的嘛 然后 也是一种收藏 它就把你的自己的这个 这个头像拍下来 印在邮票上 然后呢 还可以就比如说贴在明信片上 寄回来 从希腊雅典寄回一张参加优惠的邮票 一张明信片 然后这非常有意义 然后当时赵瑞可能也是 听说有这么个事 或者是他也无意义地去 撞到这么个事 他就去了 然后我一看 嘿 这不是赶上了吗 其实后来你还顺利采访到了他 我问他说你这个伤怎么样 那个能不能去看比赛 因为打肯定打不了 能不能看 他说反正争取吧 只能这么说 说这个看看自己的状态 到时候要 如果能看的话 他一定会去的 但是赵瑞也笑得特别好 就是他 好像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受到自己伤病的这种困扰 就是完全就像一个 昨天刚打完比赛 然后就是出来休闲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面对镜头 面对那摄像头的那个镜头 笑得特别开心 当时女排获得冠军之后 大家都特别特别的激动 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 当时呢 这个体育场 它是位于这个 雅典的一个海湾 能坐大概有个三万人 但是随着中国队的这个成绩越来越好啊 就是来看 来看中国女排的这个华人就越来越多 到最后一场 我估议那场里头得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人 就是在希腊的 比如说这个做生意的人 或者打工的人 或者留学生 主要是这么三种 都来 来了以后还举着这个横幅啊 什么中国女排加油啊 声音特别大 然后当时反正比赛中就已经很大了 然后在最后夺冠的时候 那个声音简直就不够 因为要把那个体育场的盖给掀了似的 那么大的一种声音 所有的人都在都在欢呼 我们我们我们作为记者来说 平常可能看比赛就是应该是比较冷静的 应该不允许我们把自己的感情带入到这种岗子 但是事实上我们那天已经疯了 我们那天去了四个四个文字记者 然后每人拿一面小国旗 在看台上给中国队加油 然后俄罗斯队的呢 俄罗斯的记者就在我们旁边 可能就隔两桌子 他们也是给俄罗斯队加油 然后每次这个一个球完了 就一边欢呼 一边那个就整这样着急 反正心圈鲜明 对对对 就是两边的连记者都 就会已经投入到这比赛 当中那比赛确实是太激动了一些 中国女子排球队 在接上去的比赛当中 你15比12 你15比12 上了俄罗斯队 获得了奥运会 女子排球比赛的冠军 据说当时在看台上呢 你还结识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志愿者 他也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为什么 他是一个媒体服务志愿者 就是他们在媒体区的那个 看台上来来帮助 就是媒体媒体工作人员的 然后他是中国人 然后一个女孩 事实上在这个媒体区 就是说在真正那场 见到的这是唯一的一个 然后因为多数都是欧美的人 所以能够在就是说 异乡吧 看到自己的这种同胞 还是感觉挺好的 然后当时呢 他说他自己非常幸运 能够来这个奥运会 做志愿者 并且能够看到中国女排 因为中国女排的这种 怎么说呢 还是非常有名的嘛 大家都深受鼓舞 然后当时在 在那个张悠红 扣完最后一个球的时候 我就往外走 然后我牛脸看这志愿者 他就当时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 那种震撼特别强 然后但是他虽然眼泪下来 但是当时还是在那种笑容 也是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笑中带泪 对对对 大家可能都会 像我和俊诚一样 非常羡慕一年 因为在他的记者生涯当中 能够有机会 清理奥运会的现场 近距离地接触到很多 我们非常熟悉 非常尊重的运动员 和他们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 宝贵的学习的机会 也是一个增长经验的好机会 那我想在今年 我们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上 他不但能够接触到 这些运动员 而且能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 再往前迈进一步 那接下来呢 我们知道你还有很多故事 要跟我们分享 就进入我们的下一章 你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知道这个希腊神话呢 是世界文化宝库中 一块不可多得的瑰宝 那在雅典奥运会期间呢 就上演了一幕 跳水版的希腊神话 我想是不是当时整个希腊 就都沸腾了呢 他们这一对选手吧 这一对希腊选手 是属于前几名里头 就是根本名不见经论 谁他可能要不是东道主 可能都参加不了这比赛 属于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级别的选手 而且排谁都没想到 会排到他们 比赛是这样的 比赛当时是男子双人的 这个一个项目 然后中国是彭博和王可南 两个也是名将 在最后一跳以前呢 已经领先第二名十几分了 但是呢 就在这个最后一轮开始 以前发生了一点小花絮 这什么花絮呢 是当时有两个希腊人 上半身光着 下半身穿了一个 芭蕾舞的一个裙子 然后长筒袜 白色长筒袜 蓝色裙子 然后身上写着一些 这个一个网址 它是后来证明 是给这个网站出广告的 就穿过了层层宝案 直接来到这个跳台上面 然后这个手舞足蹈 然后那个 冲观众打招呼啊 什么吹口哨什么的 然后观众也很配合 都给他鼓掌 在那足足表演了 得有一分钟 然后这保安啊 什么官员就往这跳台上走 就制止他 不让他跳 然后他直接扑通一下 就跳水里去 跳水里又做这个 花样有有的动作 然后看来 观众都疯了 说这拼命的鼓掌 叫好什么的 也有人起哄 然后这个时候 有一个志愿者 也跳到水里 去要把他赶上来 然后他就好不容易 才给他请到场边 就给他请出去了 反正经过这么一个 小小的这么一个波折吧 应该说花絮是这么一个事 然后呢 可能大家的情绪 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 中国选手 在跳这个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 就是发生了一个 很匪夷所思的事故 就走板的时候 节奏可能是乱了 然后他在空中 再调整没调好 就直接就 这样就拍在水里了 所以就零分 零分这个分 实际上在跳水里 是很少出现的 尤其是对于他们这样 非常成熟的 有经验的运动员 对 基本上那种大赛里 你说最后一套 不可能发生的事 领先那么多分 他按说应该不会出现 这种失误 紧接着萨乌丁 他们那一段 也是我 那脚科的那个跳板 也是普通一声 掉水里 也就名次就下来了 然后美国选手 也是很强的 也失误 就是说前几名的人 全部一个一个 全失误 最后希腊人夺冠了 当这一刻 分数打出来 说这俩人都傻了 有点说 这是咱们夺冠了吗 所以这种互相看了 也说是咱们夺冠了 然后那个场边的观众 也都疯了 好多希腊人 就举着国旗在这喊 当时我听不懂 他们喊的是什么 然后那志愿者 好几个志愿者 抱着裁判 就跳到水里去了 然后场地里 就开始奏 那个希腊的当地的 那个民族音乐 然后这个音乐 特别好听 是希腊的一种民歌 然后就全场 就跟这一边跳 一边喊 特别好玩 当时在希腊 我们中国人 也收到了一个 特别的希腊神话般的礼物 就是在女子网球比赛的时候 对 这也是另外一个奇迹吧 应该说 李婷孙田的这组合呢 实际上 因为在04年以前 我相信很多人 不会去相信中国人 会能够在奥运会上 拿到一杯网球的金牌 对 这个项目离我们太远了 感觉 但是他们两个人 打得特别好 那一次比赛 好几场 前面都打得非常好 然后到最后一场 决赛的时候 也有很多很多我的同行 去一块看这个比赛 那个记者鞋我记得特别特别高 是一个角度特别陡的一个看台 然后我往下一看 全都是中国人 就是中国记者 基本上可能去了一半 就在雅典的中 然后大概都是 每一个球打完以后 都齐声欢呼 好 当那个最后一个球拿下的时候呢 场地里就开始放那个 一首歌 节奏感特别强 听了有点耳熟 后来仔细一听 这不是周杰伦的歌吗 后来放周杰伦的歌 现场后来放的是周杰伦的歌 对对对对对 这也是很出乎意料 因为谁会想到说 这个希腊的这个组织者 会能找到一个周杰伦的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 中国的这种流行音乐来放 后来我才知道 这首歌是叫龙泉 同此就喜欢上那首歌 然后经常也会在 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候 听到这样一段音乐 它的这种意义吧 就感觉不一样了 然后其实那个 你想它那种意境 也挺跟体育的这种符合的 看来这主办方 还挺花费心思的 真的挺细心的 他们可能是我猜想 是不是通过志愿者 或者就有中国的 肯定有中国的年轻人 在那工作的 然后找到了这首歌 听了刚才的这两个故事 让我想到了一句广告语 就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就是万事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是 应该说 我觉得有意外 有惊喜 这才能体现奥林匹克运动 带给我们的那种 独特的魅力和享受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跟随这一名 再去看一看 还有什么没看到 我听说在奥林匹克 这个比赛的时候 除了运动员在场上的 精彩表现 还有志愿者热情的服务 以及观众的呐喊声之外 有一道风景线 是不可忽略的 那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 这个收藏爱好者 会在当地 以这种物物交换的方式 来进行一些 这个各国之间 纪念品的交换是吗 对对对 每一次大赛 都会有一些这种 来自各国的这种 纪念章 纪念章的收集者 他会来 趁这个比赛的机会呢 来跟他的这种 有同样爱好的人 来交换自己的收藏 来获得这种乐趣 那其实我在 雅典的那个 新闻中心门口 就碰到过好几次 一个美国人 一个老头 带着一副 带着一副这个太阳镜 太阳镜外面 架了一个 一个近视镜 可能要不就是老花镜 而特酷 然后那个 他就是 他有很多 我不知道他从哪弄到 好多前苏联的 那种运动会的 可能也是交换的 对应该也是交换的 因为其实每一届 他们都会去的 去跟你交换 他会问你 你要换这个东西吧 他就很友好的去问你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 当时每一届奥运会 都会发很多 那个小的纪念章 然后我们就把它挂在那个 证件的那个袋子上 然后看谁挂得多 就会有这种人来问 感觉就跟个花环似的 对 好多 有人找你换吗 有啊 我当时也 我也被人揪住 然后去换 我换了两个前苏联的那种 可能70年代的吧 那种纪念章 但后来都找不到了 那我想可能当时那个场面 一定也是非常的热闹 是吧 对 就是那个边上 就是比如说这个 这有一条走道 然后呢大太阳晒着 然后有几个人在那 带着帽子 然后拿着那个纪念章 在那等着人 然后好几个人在这 凑着在那看 因为特别小嘛 就是你得凑得很近在那看 然后看完天 然后这个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它有的人可能不一定去换 但是就是喜欢这个东西 就去聊 你说你还去过这个呢 然后什么墨西哥 什么埃及 你都去过 就是这么聊 其实我们从这种纪念章 或者其他纪念品的交换当中 就能看得出来 也是一种奥运文化的体现 我想他们通过 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纪念章 纪念品的交换 也在传播这一种奥运文化 传播这一种理念 因为本来我们的奥林匹克运动 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 多元融合的一个大舞台 所以各国在这交流 是特别好的一个平台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一家人 今天在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采访期间 因为他不懂这个希腊语 我们知道可能语言上的障碍 会有时候让你在行动上 生出很多的麻烦 我不知道你在那有遇到这些麻烦吗 多多少少肯定会遇到的 因为其实希腊语不光对 我想不光对中国人 对于所有对于西方人来说也很难 西方人西方人不有句话说 你一定是在说希腊语吧 那意思就是完全不懂 对他那个字符都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语系嘛 然后就是你看满街那个字符 都跟画出来的那个花鸟纹似的 特别好玩 然后就是有的地方 你到了一个生的地方 你就不认识 不认识吧 然后他没有英语的那种指示嘛 就没办法 然后你就只能问人 问人然后市民的这种英语 可能也不是非常普及 所以他 但是我相信他们非常热情是真的 因为即便他不认识他 他会打电话 打电话 那个告诉他的懂英语的这个同伴 说有人找我问路 然后呢 我再把电话给我 然后这样 这样再告诉我 我说我在什么什么地方 当然也不省见 但是呢 好歹他能知道这个 你能知道这个路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你当时是怎么感受到 当地人的那种热情和开朗的呢 其实在新闻中心里头会有一些 我还碰到一个会说中文的 会起码他会写中文的这么一个志愿者 他是在新闻中心的一个商店里面工作 这个商店就比如说卖吉祥物啊 卖这种纪念章的这种商店 然后一个女孩 然后她的收音台嘛 收音台上面有一个电脑 电脑的这个显示器上贴了一个那种即时贴 上面用中文写着 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你好吗 因为我当时一看 说太不容易了 真亲切 对啊 看了中文了 因为迟迟迟迟出去以后 是看不到中文的 然后觉得就感觉特别被人理解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当时还有好几个 就是我们一块的朋友 都觉得挺有意思 然后就跟这个志愿者就说嘛 她说她会一点点中文 但是我们还是用 得用英文的 多数她听不懂 这个女孩呢 是在雅典的一所大学里学中文的 所以我们由此才知道 说这个雅典大学也教中文 而且其实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我知道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做了节目 采访了很多这个志愿者 那一共有十万的赛会志愿者 直接为赛会服务 还有四十万的城市志愿者 一百一十万的社会志愿者 他们都会在一些场馆周边 包括社区公共场所提供很便利的服务 像问路啊 然后咨询啊 都可以在志愿者那儿得到很多服务 所以我想这个 如果语言不通也不用着急 然后我们的这个志愿者会给大家提供 很便利的一些服务 那我知道在一名雅典这个采访期间 发现了这个雅典 希腊的窗口行业服务的也特别好啊 一个是我们的志愿者 还有一个是警察 警察也是窗口职业 对 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也第一次接触到外国的警察 他们都是带枪的 他们的警察都好狠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看就人高马大 然后挂着一九轮枪 特吓人的 实际上他们都特挺随和的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 比如说你要出去看 觉得这人挺帅的 你要跟他照个相 他特乐意 就是然后满脸满脸堆笑 然后跟你跟你合影 也是特别友善的 对 觉得大家真是都是很亲 很亲的一种一种感觉 其实在我们北京奥运期间 我相信我们的警察 除了这个帮助协调交通 上面的问题之外 承担了很多的时候 有时候比如说温路 解决一些紧急的事情 我相信他们也会用 最美丽的微笑 展示给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各地的运动员朋友们 没错 那今天非常感谢一鸣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雅典奥运会已经过去四年了 现在北京的奥运会 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我们北京已经准备好了 中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全世界人民都在等着这一刻 我们在这也衷心地 希望这一家的奥运会上 像一名一样的记者 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报道 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一期我们继续五周谈蜜 我们下周再见了 谢谢 感受自己亲历赛场 五周探秘八月龙肿推出 系列奥运特别节目 追梦奥林匹克 他是光荣的火炬手 第二把你是我人生当中 最幸福的二人 他见证了怎样的历史时刻 特别重大的事件的时候 才出好外 什么报道让他难以忘怀 市场能力往外 全部都是转载的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 做客五周探秘 追梦奥林匹克之三 陈昭和他的奥运情节 2008年8月16日19点35分 科教频道 请不吝点赞扬